美食 嗨大家好! 我是Kavin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今天我在的地方 是在佐贺甲呀 上次有来几次 都没有办法吃到这一个地方 就是这一个新生发的这个地方 今天终于它有开 所以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好吃 听说它的这个古迪奥家不错 我们看看它怎么样 OK Let's go 那我前几次我有两次要来这一个地方 要吃他们的东西 因为是QAGM里面所推荐 但是呢我就没有办法知道 因为每次来的时候 它就关了 可能就是每次到它休息的时候我就来 那这次终于有机会 而且还是下雨天 人口还是有了 那我们先教了这几样 那我先教了它这一个 它说不错吃 但是我也吃一点都不错吃 那我现在教的这一个是 它的这一个 炸饼 这个非常的厚 我试试看它的这个脆度 它的这个炸饼还是有这样的脆度 不过会比较厚盛一点 这可能是它的特色 所以咬起来的时候有一种外脆 然后内有一种软的感觉 然后里面它很香的这一个 呃 菜啊 这一些 面粉啊 这一些味道 然后点这个辣酱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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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个哦 但是它的饼皮 非常的酥 嗯 哦 还有我叫了它的这个 嗯 春卷 里面就是这一个 嗯 沙格 还有红萝卜 之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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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 這春天的味道 很夠 那時候外皮就沒有這個 醬脆 不過 蠻好吃的 接下來我們就叫了這個 就是這個 蠻粉 它的湯是 有那個濃濃的香菜的味道 我喜歡 這個蠻粉非常的滑嫩 这个鱼鱼干里面给了三个料 一个是丹 一个是这一个豆腐 还有一个素的炸 这个肠 那有一些炸肠呢 里面可能它不止不透的关系 可能会比较硬的感觉 它这个是乳到非常的软 软嫩非常的够味 试试看它的豆腐 喜欢它的豆腐有那个豆的香味 然后外面的这个比较非常的嫩 非常不错 它的味道不会太过濃烈 如果你要加这个酱的话 它的味道就会比较濃烈 好 现在是最后的这个 味道应该是最浓的一个 就是它的这个米瑞布 他米瑞布裡面有这一个 一样的有这一个炸了豆腐 还有青椒 还有鸡蛋 鸡蛋我就不要了 就没有吃鸡蛋 它非常非常地 我们所说的 广东话所说的口气 就是非常的浓稠 那个香料的味道 有一些人他不喜欢这些香料 那可能他就不是很适合吃这个 不过我是蛮喜欢这个 这个自然的或者说 这个Q面的这个味道 我很喜欢 这个面部有点点贴 看到他有一半一个黑色的这个调 可能是这个焦糖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不错 面条的那个熟的程度是刚刚好 不会太软 刚刚好 也没有说咬了很Q弹很硬的那种感觉 刚刚好 那我们祝你今天可以尝试到这个新生饭的这些食物 嗯 总体来说都 都OK 这个食物不错 那 我大概说他最喜欢的是这里的 但是我没有拍到 因为 我觉得 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吃 但是他说这个是最好吃的 OK 那我本身就比较喜欢 就比较像那个味道 淡淡清清的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 OK 但是不是 不是我 我很期待的那个味道 整体来说 OK 我能接受 而且 终于吃到他的这个味道 OK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Click我的like Follow我 还有我的YouTube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